中國在內部它有防疫的問題 甚至還有經濟的問題 甚至還有糧食的問題 但是對外所謂的戰狼式的外交 還是不手軟 尤其對台灣的打壓 前一陣子才挖我們邦交國的牆角尼加拉瓜 甚至我們趕緊的把我們尼加拉瓜的 所有的像大使館這些 趕緊合法的把它賣給了 所謂的他們這邊天主教區 結果沒想到竟然被一指的命令 被尼加拉瓜一指的命令 就全部要移轉到中國去 而且這樣子中國還說這叫做正義之舉 這是正義之舉嗎 這根本是侵占嗎 你怎麼看中國還是當他們內部 這麼亂 這麼不穩定的時候 還是不斷的想要來打壓台灣 建廷 本來君子交絕不出二聲 我們這麼多年來幾個國家 跟我們斷絕邦交 你看我們台灣從政府到人民 我們都謹守風度 我們都沒有講半個字不好聽的話 但是尼加拉瓜這一次的作為 這個不要怪我們 我倒是鼓勵我們全民 大家都要出來把他幹掉 這土匪 這強盜 這怎麼可以幹這種事情 這惡劣到極點 尼加拉瓜跟我們反反覆覆 他說我依法 他說這個一個中國 那所以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 你中華民國就沒了 你的財產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好 那以此反推 那十幾二十年前 他跟中國 他本來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交往 跟中共 那不承認我們 那後來他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斷絕邦交 承認我們中華民國的時候 那請問你又把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財產 移轉給我們中華民國嗎 沒有嘛 可見你以大欺小嘛 你就是看台灣小 好欺負 你當時你也沒有把中共的管產 其他的財產移轉給我們台灣 完全沒有 所以我覺得它是兩套標準 這明明是很明顯的土匪強盜的做法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察覺到跟他外交生變的時候 其實我們駐外單位蠻機零的 當時就以象徵性一塊美元 就賣給天主教總教區 那麼以這個等於捐贈給他們 既然我們要離開了 那這個財產我們也不方便說 那就處置掉拿了錢 我們也不這麼做 我們把它捐贈給天主教總教區 這是好事耶 建廷在中南美洲 天主教那個影響力之龐大 而且做了很多慈善 甚至他的道德光環未接 比你執政的政府還要高耶 結果連這麼高道德光環的總教區 都還要被你說這不行 你政府就一句話 直接就把這個產權過回去給中共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土匪強盜的行徑 所以我具體兩個主張 第一點我認為這個我們應該訴諸國際法庭 這該拖啦 再拖個三年五年十年官司再拖 再那個我們就是不給他好過 因為照他這個解釋的話 如果尼加拉瓜政府順從中共的這個講法 說一個中國的話 那照這麼說我們台灣也是你的 那我們台灣在全世界 一百六十個國家我們有經濟文化辦事處 那你通通可以來主張 那天底下哪有這種事 那所以我是具體主張就是說 這個要上國際法庭告他 這不是順利的問題 這是我們國家一個尊嚴 台灣人民一個共同尊嚴的問題 那第二點我是主張說 我們剩下的十四個邦交國 我認為我們不要再構置自由防射 我覺得現在就可以陸續處理 我們用租賃的方式就可以 因為這些邦交國哪一天要怎麼樣 說實在話 這不是操之在我們 操前部署防範未然的概念 所以我個人看法是這個樣子 那尼加拉瓜共和國這個 我覺得我們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我們講的每句話都正確 而且我們講的太文雅了 如果我們這一次驅從 你加拉瓜政府的這個做法 而不在國際上去發聲 不去告他的話 那中共他明天就可以來 我一下去跟你收回奧地利的 一下跟你收回法國的 一下跟你收回日本的 我們的經濟文化辦事處 他說然後再來後天他直接 他要針對台灣 他要來收復國土 那這還了得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